921正在已经经过25年 国庆祥9分23国家地震公园 在农村水保暑水土保持 环境成态富裕 以及土石流监测等各方面都有很好的成果 日本友人率团前来交流 冯甲大学学者负责导览 介绍灾后重建的各项成果 那地区山这边这一次来 我们也是直接带他到9分23这个地震纪念地 来了解当初9月地震之后发生的一些状况 还有灾害复旧工程的诊治 还有跟社区连结的一个推动 那社区连结的推动跟环境教育 这个跟地区山他们在推动的方式 其实是一致的 所以两边的互访大概都会朝这个方向来执行 2020年因为新冠疫情的关系 双方透过网路视讯的方式进行跨国交流 一直到2022年的疫情解封 才开放实地参访 今年由日本友人参访国姓9分23 透过交流学习 日本友人希望推动社区防灾教育 除了土石流防灾 燕色湖监测之外 他们前往参观倾斜屋 圆抱点等景点 也关心环境生态保育 并且前往体验南港水陆园区 日本友人和他们的国家公园 到9分23来这边互相交流 有关生态地质 还有导览 营运的部分 还有防灾等讯息 大家在这边互相做一个深切的讨论 透过实地参访交流 日本友人期待学习台湾的成功经验 也希望分享他们国家公园的经理模式 促进环境生态永续的目标 记者发红昆南投线采访报道